-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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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站在家裡的時間變多 也開始流行伺服 不過流浪鳥協會和總統也都好 只要準備好 無糖黑白幫忙才是對他們好 總統 副總統都關心全部的企業 副總統率先來做一天的志工 去避免黨部修養所來欺負負責 跟鯊仔做回這途也好讓大家以來用代替告白 經紀農委會的調查 全台灣有32間政府公立收養所 總收養量的最大大是7600多隻 不過目前已經超過7000隻 部分收養所也都已經超榜 如果是最近這幾年 全台灣的量用所量所在年在的感覺 政府也希望透過這個機會以實質行動的選團 來幫助更多的流浪動物 記者綜合報導 國際新聞 我們來關心美國總統拜登 重任了後 第一次跟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通電話 拜登也曾對中國侵犯人權 壓迫臺灣這些事情 表達關心 習近平是強調說 臺灣議題是中國的內政 要美國有10刊 另外拜登現在要求美國的國風部 要成立立北港主秀座 要檢討對中國的判斷 在臺灣時間11再起 也就是過年阿美這天 美國總統拜登 重任了後 第一次跟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通電話 中國用時報導 拜登向中國人民來拜年 習近平是更一次來恭喜拜登政策主任 兩人就中美的關係 國際問題頂點來交往意見 中美合則兩利 鬥則俱商 合作是雙方唯一正確選擇 中美對抗對兩國和世界肯定是一場災難 經濟北京公佈的同位要點 拜登還有一次強調 也需要人部尋佈向美國人民的安全 歡迎健康和生活方式 還有為後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区 拜登也在同位後 發佈推特來表達 他將對北京的經濟作為 人款侵犯 還有對臺灣的威嚇表達關心 拜登跟習近平說 只能對美國人民優利的事情 美國再跟中國合作 習近平表示 臺灣 香港 新疆頂的基地是中國的內政 美方應該尊重中國的核心理由 臺灣 涉港 涉疆等問題 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 希望美方 給予謹慎處理 其實拜登11點這麼多 中間後 第一次政王美國國恐怖 宣佈要占對中國 成立的北京作修造 而且下令 中心檢討對中國的戰略封鎮 外交部 我們感謝拜登政府 從1月20號上任以來 持續不斷展現對我國堅定的支持 現在對拜登是國平通電話的事情 臺灣外交部 獨了表達感謝 也強調說 拜登政府重任後 已經很多次來強調臺灣關係法和六項補正 美國對臺灣的生路是這麼堅定 總統副發言人 張順涵也表示 拜登總統在在台海安全和人權議題 領管的關心 臺灣是表達欽悔和感謝 臺灣也會繼續跟美國在來 頂頂理念收外國的國家來合作 共同體印太地區的問題和歡迎來打拚 共識新聞林皓如 便宜 關心天氣 明天就像東北海風影響 北部 東北部天氣比較涼 其他的所在是10 比較涼 北部和東北部有極佈地獎好 如果中南部到外島是坐雲到好天 來關心明天再國底頭的溫度 鹿海風影響 北部的溫度 上級14 都上級11 都 最關自11 都 中北部的溫度 上級14 都上級13 都 東北溫度 上級14 都上級11 都 東北溫度 上級14 都上級16 都 尚管十五度 外渡的温度是十一度到二十一度 来关心比较气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